今天想跟同學說一下 Private Enterprise 和 Public Enterprise 的分別 其實公司呢 以私人企業來說其實有幾類 但是再籠統一點說 其實公司可以分為公營的企業和私營企業 今天想跟同學說一下 比較這兩類的公司 Private Enterprise 其實我們比較少看 Private Enterprise 就可以再分為兩類 一類是政府公務 另外一類是 Public Corporation 中文譯名同學可以調查 其實有兩類的 如果看回 其實為何要分這些 Private Enterprise 和 Public Enterprise 我自己就從一個經濟學的角度去看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是 scarcity 而私人企業一般在經濟學家的眼中 就很有效率的 問題就來了 如果私人企業是很有效率的 因為它是盈利 盡量做到最有效率 問題就是 公營企業為何會出現呢 現實上 其實每一個國家 都會有一個公營企業 為何會有這些公營企業 所以這一個經濟學家 是否需要去解答 你說現實上 有些國家是沒有這些公營企業 而有些國家是有 如果我們做一個對比的時候 那就很客觀 但是可惜的是 每一個國家都會有公營企業 而事實上 就不可能研究得到 沒有公營企業的情況 如果沒有公營企業的情況 跟一個有公營企業的情況去比較 那就很清楚了 但現實上是沒有 所以我們經濟學家 其實最多它是說甚麼 它有甚麼好處 所以導致這些公營企業 就會出現 其實我想 經濟學家 是需要回答這一個問題 因為 它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很強調私人企業 但是 現實上 就有公營企業 所以其實經濟學家 應該要回答這一個問題 公營企業 可以分為一個政府部門 還有一個公營企業 公營企業 如果是政府部門 就一定是政府營運了 那就沒有錢賺的 就可能給錢的 所以一些公司 一些組織 一定是政府給的 但是公營企業 就不同了 是政府成立的 但是管理 就獨立於政府 有另一批人 那些不是公務員 還有它可以賺錢 用一個商業 的模式去營運 換句話來說 這些通常它會有收入 才可以做公營企業 所以財政 搞搞一下 它就可以獨立於政府 最初政府成立 當然政府會給一筆錢 那實際上有些什麼例子呢 消防署 警署 衛生署 這些都是政府部門 沒有收入的 消防署會不會收錢 問一些人 我幫你搞一貨 麻煩你給錢 那就不會 警察抓到賊 又不會收錢 衛生署 可能媽媽帶孩子去檢查 又不會收錢 所以這些部門 是沒有錢收的 但是有些有錢收的 譬如 考評局 HK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這些有錢收的 就會是一個 Public Corporation 或者是機場管理局 當然這裡是香港國際機場 不是機場管理局 機場管理局要加上 HK AirPod Authority 有一個Authority 那個先屬於一個 一個公營機構來的 如果從考試的角度 其實同學有些東西 就需要記 公營企業有什麼好處 我想最重要是 跟社會的角度看 它是有一些低價的服務 減輕了一些市民的一個負擔 現實上是需要的 對嗎 有一些窮人 他只是沒有錢給 如果沒有政府的照顧 那這些窮人 其實可能 生活不到 在一個現代社會 所以其實 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另外 可能有些marking 他自己寫 當然 因為你考這個DSE 就跟回那些marking 去搭 譬如 這些公營企業 就會有政府多些資料 他們發展起來 就會方便些 或者容易得到 貸款 因為有政府去支持 但是 有一個point 同學就 不要隨便寫 因為很多同學會覺得 既然有政府支持 那個資源就很多 對嗎 但是問題就是 通常 經濟學家這樣想 他是沒有效率的 如果沒有效率 那你多資源就怎樣 浪費得更加多 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通常 不會說 因為政府資源多些 所以公營企業好些 那麼 這一個點 同學就需要留意 另外 有些什麼缺點呢 就會是 效率比較低 就是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看 因為 他不賺錢 對不對 那麼 你沒有必要去改善得好些 那麼 經濟學家就通常是 這樣去看的 那麼 過往會考 就曾經 就 出過 其實就 一些 一些 比較公營企業入面 公營企業入面 公營企業入面 比較政府部門 以及一個 公營企業入面 但是 它的原因 就太過general了 1993年出過 所以 這些 同學可以 skip 它 到時 可能 都是你自己作出答案 多個 真的有些什麼 要去背 還有 我想 公營企業的討論 應該是 討論是 政府搞 還是私人搞 這一個就比較合理 那麼 政府入面 再怎樣去分 其實 我覺得就有少少 偏離了一個 經濟學那個 的 焦點 那樣 所以一些 我想同學可以 算了 不要管它 那 1993年出過 問過 Purpet Corporation 和政府部門 那 就 可以看看答案 那 答案 都很奇怪 那樣 看看 journal 自己 好像作出一些答案 那樣 它說 政府部門 有什麼好過 私人 Purpet Corporation 是嗎 應該是 Purpet Corporation 有什麼好過 政府部門 Purpet Motive 是嗎 More Flexible Operation Higher Incentive More Efficiency Use Of 那你發覺 它這些項目其實都很 陳行濫調 或者 一定程度上是 重複的 那如果真是問的 那同學 就自己到時 再做一下 那 那這裏就不鼓勵同學 就 太過深入去 即是記一些 似乎都是 硬來 就算你記得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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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他就出過一些 的題目 那同學可能 你 必須要記得 這樣 例如 就 他這條就說 那個政治學家 就建議 政府就買回 MTR的股票 是 變成全部都是政府擁有 那這個就是一個政府和一個私人企業的比較 那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那同學可能記下 那 那個票價這樣控制 減輕那個市民的負擔 對不對 那 有政府支持 就容易 拿到那個資金去投資 那 效率比較低 那 那 這裡 那 我覺得 這個 可能 轉一轉 就是 那 那 那 可能 會比較 混合 那 他說 減低 管理效率 因為那個 不會理那個派適路 那 那 這些 除非你 死背的marking 如果不是正常計 你應該不會寫得到的 那 正常計 為什麼效率低 因為沒有賺錢 那我想一般應該這樣寫到 我猜都可以接受的 那 另外 他說有其他用途 那些錢 這些也都 即是不會即時想得到 那 所以我想 那 那 同學可以就記一記 簡單點 就是 效率就比較低 那 我想就夠了 那 那 他之前可能問過一個例子 同學就 最好都是記一記 那 以防就真的再問 那 那 那 兩個 Public Corporation 相對於私人企業的好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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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更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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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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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個一般同學直覺上都會知道 所以就記一記這個 或者它有政府容易借錢有政府支持 容易拿到政府的資料 這些一定程度上都用得很難的 同學都記一記 純粹滿足考評的要求 我這段片就講到這裏